哈喽大家好,我是梁夏,不是梁夏 这期视频呢给大家带来绝取零1.1版本后续的一些优化内容吧 首先第一个,在1.1版本中 后续剧情可以通过剧情主要角色四角在地图互动推进剧情了 让玩家体验剧情更有沉浸感 战斗配对方面呢会新增一个手动连携剂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将敌人打进一个死人状态 可以操作不触发其他代理人的连携剂 同时也可以将连携剂打断取消了 这样可以让主力输出有更好的战场时间 打出更多伤害 不会被其他角色占用太多时间 然后是对于玩家反馈的只需要AA太简单这个问题 官方后续心中一些高难度的玩法委托 让喜欢有挑战性的玩家战斗更加的爽 然后是肆意防卫战优化了敌人属性抗性显示 可以更加方便选择合适的代理人进行挑战 再获取代理人可以接受对应的头像了 好家伙终于是出了 隔地早就出过了 毕竟目前头像还是太过朴素了 后续可以根据自己抽到的喜欢角色来选择了 然后是字体优化方面 后续剧情文本字体会调整为细体 照顾到一些对出体看得不太清楚的玩家吧 对于已经完成剧情和探索委托 但是没有收集完奖励 在后续会添加一杯率协助 在后续一段时间内将未获取的数据奖励 以及副本的宝箱车自动获取 这点非常nice啊 走格子方面有一定的优化 开启后自动加速播放后 后续将不会被打断了 这个确实优化 每次点击加速又都停止了 一来一回加速的季末 以及个别事件播放速度会加快 总体走格子会更加流畅 新增预设编队功能 和隔壁原本类似 编辑多个配对性选择 以及颁布的携带选择 视域防卫战的编队优化体验方面的 达到一定等级后呢 将会解锁自由更改时间的功能 现在只能调几个时间点啊 不够自由 这个优化确实得优化一下了 然后是我们最最重要的 零号空洞完成周长任务减负啊 将在1.1版本下调 这东西我老是每周日疯狂刚 毕竟太忙了 不做奖励没了难受 做了又浪费时间 而不然各位觉得零号空洞 减负周长怎么样 觉得不错的话 扣个1张看看呗 以及有很多玩家反馈说 只能在街道操控主角兄妹 而不能操控其他角色 后续官方会通过前直播公布调整的 这点确实不错 可以操作自己喜欢的角色了 后续调整的 各位打算操控哪个角色呢 官方也说了 后续会对部分代理人模型进行优化 虽然官方没有说是谁 但最近很多玩家反馈的星剑雅 时隔几年了 希望到时候星剑雅小姐 模型能够优化更好吧 不过不会跟隔壁灵花一样吧 需要等到2.0版本才会出吧 所以各位期待雅小姐 赶快登场还是不要太快呢 毕竟这个飞灵有限了 最后可以发现你们期待角色 来到公屏上吗 祝你们抽卡不歪 十年出金 同时呢 祝各位游戏玩得开心啊 别管所谓的节奏和焦虑了 自己开心最重要 那么我是梁夏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各位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梁夏 不是梁夏 卡池方面除了妮可这个角色了 相信各位应该抽到不少的 一个妮可隐化了吧 这期视频呢 给大家来妮可的角色 快速上手攻略啊 妮可 A级以太资源辅助角色 自身兼顾较为不错的附身能力 核心技呢 是通过各种技能补充强化子弹 可以从妮可 头向下方看出来啊 最多8颗 通过强化子弹或能量场 命中敌人均可给敌方减防 满级核心技是40%减防 如果在有额外能力的加持下 还有25的以太增伤了 持续3.5秒 总体看下来 妮可是可以通过短时间内 给主力输出提供 大量伤害的支援角色 简称速切爆发辅助吧 算是一个比较放用的辅助角色 不过比较契合 以太输出角色为主的配对 普通攻击使用激光箱 对敌方造成伤害 需要注意啊 妮可的普攻可以面对 远距离给人造成伤害的 360度无死角 再也有强化子弹 可以打出更高的伤害 他的特殊技 在没有能量的时候 可以用来补充子弹 所以妮可的子弹 完全是不缺的 在有能量的时候 可以释放强化特殊技 点按 对前方造成一个能量场 持续牵引敌人 可以聚怪的一个技能吧 长按特殊技 进行蓄力会在炮口 持续造成伤害 持续消耗能量 打出更高的伤害 那这个时候 可能会长得比较帅人会说了 但妮可要点按 还是长按比较好呢 这个就得看你妮可的引化了 零化妮可一般无脑点按就行 有了一化之后可以长按 这样能量长得持续时间更长 提升增伤的覆盖率 有了六化之后 妮可需要长按蓄力贴脸 才比较轻松吃满食物的暴击率加成 毕竟每成效果单独计算时间的 如果是一次性连满 收益会更大 当然如果没有六化就不用管了 妮可的强化子弹 还是能量长 都是可以对敌方造成减防 以及提供以太增伤的 考虑到能量长持续时间更长 更期望主席爆发时间 那么妮可的特殊技就用的比较多了 能量要求相对比较高 妮可的强化特殊技 也跟大多数角色一样的 示范后可以切到下个角色触发 连携技和特殊技能差不多 示范一个能量产 持续造成伤害 同时俯冲子弹 终结技在目前版本吧 资源角色大招一般会很少用到的 但是连携技倍率是同一个技能 所以还是要升级的嘛 总之妮可的技能机制非常简单 没有能量就提供强化子弹 来普攻命中敌人 触把减防增伤 有能量根据 引化选择顶案和长案的特殊技 就可以了 因为持续只有3.5秒 所以想要尽量吃满这个争议 需要多切出角色平方命中敌人才可以 技能加点方面 优先特殊技 骑士大招 最后普攻闪避和支援 最后三个技能考虑到提升有限 可以不升或者不早去升级 核心技同样升到不能升级为止 英勤方面 目前版本有四星有三个选择 聚宝箱 提供增伤回能的 炮斗的阿炮 提供攻击力加成 以及大跃卡的逍遥游球 可以提供暴击率 不过需要克制目标 还有环境有限 放弱性一般 不太推荐 聚宝箱考虑到触发条件 以及覆盖率问题 总体是不如阿炮 好触发覆盖率更持久的 同时绝取零 局内攻击力收益会比较大 如果以上三个都没有 缠住S级或者时光切片 过度使用也可以 主要这两个武器 主持条不是充能的 就不算契合了嘛 V级应勤用长翔二行 过度就可以了 驱动盘方面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 四充能加上二精通 二攻击或者二暴击都行 第二个选择 四翼长套加二充能 更推荐 主要有高贵的减看争议 闪剑还能用二充能 更大程度提升输出的角色伤害 四号位选择异常 获得暴击率 五号位以太 获得攻击力 六号位固定充能 妮可毕竟还是比较依赖充能的 配对方面非常简单 妮可定位就是 搭配爆发输出的以太角色 巧了 这不是刚好有一个以太大C 紧援朱渊吗 队友再来一个击破手 选择安比 同一个阵营的 吃满三个额外能力效果 朱渊作为爆发输出 那么击破手肯定是必须带了 安比太满的情况 可以选择狼哥或者克雷达 总体DPS伤害会更高一点 考虑到有部分玩家 玩格丽丝的 那么推荐格丽丝 莉娜 妮可 这个队伍里的 莉娜不建议换 因为考虑到 可丽丝自身队 击破要求比较低 也不是爆发C 算是一个持续伤害角色吧 打赶电的角色 这样妮可和莉娜 减防越多 收益就越大了 玩过崩铁玩家应该知道 这个减防越多 收益越大 而这个队伍强带 总体伤害比较高 缺点就是比较费手 各位可以自行体验 再考虑 是否选择这个队伍 而四星方面 考虑到有个爆发A级角色 配对安比妮可 如果上个卡车 各位要抽的话 应该有蛮陰化的一个安东了 这个各位要没有 好的配对可以试试 陰化方面 一化可以提高 异常积蓄值 以及长按特殊剂 能量场更持久 二化回能 四化总体小质变 扩大能量场的范围 提高容错率吧 六化最香了 贴脸长按特殊剂 给到15的暴击率 总体陰化看下来 没有改变机制玩法的质变 能抽到多少是多少吧 当然六化肯定是不错的 暴击率还是很香的呀 所以各位妮可是几化的呢 发在弹幕上让我看看呗 OK 以上是本期视频 妮可的快速简单上手攻略 有帮助到各位喜欢给点赞 关注up主 后续会带来更多的 绝区灵攻略内容了 那么我是梁夏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各位拜拜